F 如今大唐和突厥交战 你难道就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难道你认为大唐会输 我当然希望大唐能够战胜突厥 踏平突厥是所有男儿的心愿 陛下竟然会对突厥用兵 必然是有战胜突厥的把握 这不就对了 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有了战马三剑套和蒙古弯刀的大唐军队 在天时地利的配合下 踏平突厥不就是首到勤来的事情 用不了几日 捷报就会传回长安 你们等着看吧 李将军才率十万大军奔赴北境不到两日 都还没有和突厥交战 瞎人你怎么就敢断言我大唐一定会胜 就是就是 难不成妹夫你知道些什么 你们几个鸡毛啊 耐心等待几天不就知道了 陛下北境传来捷报 快说北境战事如何 陛下李将军得到军警之斗协力领兵攻打突厥 并不再突厥都城定乡 当即先率领三千骑兵 急速行军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攻取定乡 哈哈 本来朕以为大唐军队战胜突厥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协力竟然会领兵攻打突厥 导致突厥都城无人镇守 李竟直接攻取定乡 真是天佑我大唐啊 陛下如今协力丢失定乡 沦为丧家之犬 被李将军和突厥左右夹击 协力必败无疑 嗯 不过协力此人生性多疑又是在草原上 说不准协力还有什么手段 不过李竟能够攻取定乡 至少先立于不败之地 朕也安心了不少 继续让人时刻传回北京战士消息 是 脱臂下红服 臣性不辱命 拥实半月踏平突厥 生今协力 哈哈 做得好礼爱卿 朕一会重重有赏 又这不是协力可汗吗 怎么被你绑成这样了 李世民你个卑鄙小人 居然连和突厥一起攻击我 我杀了你 放肆 百军之将安敢放肆 你这贼子狼子野心 竟敢冒犯陛下 还不赶紧给陛下行你 哈哈 我堂堂突厥可汗 岂会给李世民这种 弑父杀兄的卑鄙小人下跪 大胆 见我大唐皇帝不贵 还敢口出狂言 嘴该万死 协力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里是大唐长安太极公 而你只是一个接下囚 李将军不必说了 他作为突厥可汗 有此等骨气让朕甚是佩服 协力 你可服 我协力还从没服过谁 李世民就凭你也想让我服 败君之将 亡国之君还敢如此嚣张 简直可笑至极 哈哈 协力你不会还天真的以为 你还有机会能够重新翻盘吧 你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无非打着突厥残党卷土重来的主意 突厥残党已经被全部肃清 所以你死心吧 什么 不可能 虽然我突厥精力已经被大唐军队灭了 但是分布在各地的突厥铁技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怎么可能说灭了就灭了 不可能 李世民你修药矿我 我虽然被拟擒了 但突厥部落不可能听令于你们 大唐军队想要征服这些突厥部落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愚昧无知 李将军将战宝说与这丧家之权听听 陈钻之 八日前 大唐军队剿灭突厥阔窝台部落 五日前 大唐军队剿灭大小六七个部落 突厥境内 除了突厥已经成为我大唐臣子外 其他的部落早已经消灭的所剩无几 剩余的一些小部落根本掀不起多大的浪化 邪力虽然你已经被本将军锁清 但是对于其他部落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个客汉而已 所以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跟我唐军防抗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本将军给灭了 呵呵 当我是三四孩童会相信你们的话 大唐军队虽多 但根本不及我突厥铁技汉勇 我突厥铁技皆能一一党五 就算你们人再多也不可能灭我突厥 哼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雷 你既然不信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些玉佩可是你赠予那些大部落小可汗的 这 这怎么可能 来人将协力可汗压下去 择日出展 李世民 告诉我究竟是谁让你能够灭我突厥 告诉我 否则我死不明目 吐蕃使臣陆东赞建国大唐皇帝陛下 唐皇 我王松赞干部为了表示对大唐的恭贺 特意从吐蕃运来二十万头牛羊 作为贺礼 还望唐王笑纳 什么 二十万头牛羊 松赞干部这么抠门的人 竟然这么大手笔 不过松赞干部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各国之中 突厥 高沟离 吐蕃同大唐的关系几乎是最糟糕的 吐蕃虽然这些年同大唐交好 但也只是名念上的交好罢了 私底下的矛盾还是不少 只不过吐蕃不像突厥吃香那么难看 朕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显如今突厥都被大唐几乎无伤灭国了 要是大唐一旦追究起他们 他们怕是会弱得和突厥一个下场 虽然二十万牛羊的确是大出血 但比起被大唐灭国 根本算不上什么 东西朕收下了 替我多谢松赞干部 多谢大唐皇帝陛下 臣回去一定转告我吐蕃大王 另外我们大王还希望唐王早日选出和亲人选 以加强大唐和吐蕃的联合 嗯 朕会慎重考虑的 一定给松赞干部一个满意的人选 接下来